孩子是爸妈的宝贝 为了孩子 家长们不会吝惜金钱 这精明的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大好的商机 他们在婴幼儿的这个纪念品上做起了文章 推出了定做婴儿纪念品的服务 在南昌市建德观街附近的一家婴儿纪念品店 临近中午11点 仍有不少家长在为孩子挑选纪念品 婴儿纪念品种类繁多 胎发笔 印章 手脚印和挂件等 以硬据权 记者发现 这些纪念品的价格都不低 几百元只是一个起步价 一款高价的胎发笔 均价在万元以上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 在象山南路的另外一家婴儿纪念品店 店主告诉我们 别看着价格不菲 可是前来做胎发纪念品的人多得很 说着就像记者展示了一大包正准备做纪念品的胎发 这些天价纪念品之所以能够畅销 恰恰就是抓住了父母们的心理需求 现在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孩 除了利用父母爱子心切的心理之外 个别商家还会扯上一些迷信的说法来推销产品 采访中有店家告诉记者 婴儿纪念品的制作门道很多 也许家长换了大价钱 换来的并不一定是真东西 因此对家长们来说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婴儿纪念品 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